今天是 2023 年 4 月 8 日 大家好 我是小龍 今大力跟大家看看今天曾發生過什麼事 1820 年的今天 希臘海琴海盜與米洛斯島的一個農民 掘到斷臂大鯉石雕像米洛的維納斯 他起初把這個雕像藏起來 但後來被一個土耳其軍官發現了 當時法國駐土耳其的大使就將雕像買了 將一座雕像於第二年作為禮物送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八 之後國王將雕像送給羅浮宮 維納斯雕像是舉世供應的女性人體美的典範 這是因為它完全符合了黃金分割的人體美比例關係 雕像整體由兩塊大理石拼接而成 兩塊大理石很有趣地連接在身體裸露部分和果根的地方 在希臘神話裡 維納斯掌管的是人類所向往的愛和美 所以一直是詩人、畫家、雕刻家最喜歡表現的女神 目前希臘的聖利女神像和達文西的蒙羅麗莎的微笑 成為羅浮宮的三寶 你們之前有沒有看過這個雕像呢? 你又覺得它漂亮不漂亮呢?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內容可以like、follow和share出去 期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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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